比利時跟荷蘭交界的地方 有一塊兩國國土相疊的飛地 巴勒海托克 在這裡從建築門牌的公共建設 各自依各自國家的法律去運作 就連上班的時間和倒垃圾的時間 也都是兩國制相當的奇特 這裡是荷蘭市鎮巴勒少納 走路跨越這道十字畫過的記號 就進入了比利時境內 牆上左右兩邊的門牌號碼 清楚標示出荷蘭比利時 在這裡有將近三十塊屬於比利時的飛地 巴勒海托克 所謂的飛地指的是某個地區境內 有一塊隸屬於他國的區域 因此無論是荷蘭的巴勒少納 還是比利時的巴勒海托克 住在這一塊交疊領土上的一萬兩千位居民 生活型態極為奇特 一塊土地兩國居民和諧相處 有問題也是用溝通跟協調 例如垃圾清運問題 儘管比較麻煩但居民都樂意配合 在這裡設置的工廠就會有來自兩國的員工 這塊土地的領土會如此劃分 是中世紀時歐洲土地所有權隨著地主結婚 繼承轉讓所演變而來 1839年比利時宣布自荷蘭獨立後 領土問題始終複雜 直到1995年兩國才明確劃分所謂的邊境 也因比利時跟荷蘭都沒有針對 房屋跨國界的情況立法 還發生把門和窗戶換邊的特殊情形 兩個不同國情的社區和諧共處 甚至引起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顧問的興趣 比利時跟荷蘭官方合作密切 讓當地減少許多無效率行政 儘管有所謂的邊界 但沒有真正的牆與圍籬 記者黃明玲報導 記者黃明玲報導